我们的8号 农历7月7号是七夕情人节 花莲圣安宫跟吉安湘护震事务所 救国团花莲县吉安湘团委会 联合提前在8月4号举办一场 七夕雀桥结粮园未婚联谊活动 有将近100名未婚男女报名参加 一开始圣安宫先在大殿前广场 由圣安宫主委黄永玉跟委员 拿着天赐良缘原定今生的洗牌 抬着洗轿引领带着眼罩的女主角们 走过雀桥进入会场 随后打扮靓丽的女孩们跟着活动主持人 走上二楼大殿前方 以抛绣球的方式进行男女配对 每位站在楼下参加的帅哥都十分紧张 努力的想要抢到心仪女孩所抛出的绣球 现场气氛欢乐又热闹 圣安宫主委黄永玉跟委员也在活动开始前邀请现场贵宾跟着参加活动的单身青年男女 一起向月老新军上乡行三县礼 祈求活动圆满顺利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当天立临的贵宾 包括明镇副处长李威 县政府北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邱增良 吉安乡长游淑珍 吉安乡名代表刘敬文等人也到场献上祝福 就在我们每年的七夕 我们会办七夕卸角结良言 我们办了五六年 也达成了很多 也圆满了很多那个我们的最佳男女主角 他们都结婚 也过了非常幸福的生活 所以说我们今天 也继续在办这个活动 希望说我们的年轻人都能够勇于结婚 勇于生产爆裹 让大家这个社会都可以 能够一个很和响的一个气氛这样 在众人的欢呼跟掌声中 最后一共有32对男女配对成功 然后这些配对成功的有缘男女 牵手一起走过圣安宫搭设的雀桥 进行互动联谊 还在餐厅内进行第一次的相见欢 面对面互相自我介绍 下午还安排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进行艺文导览互动活动 透过各种闯关游戏 让大家能够多认识多交流 让感情升温 还蛮好玩的啊 早上丢袖球大家都很热情 然后刚刚也有一起闯关这样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相当的不错 整个活动的过程非常的有趣 而且可以带动大家的气氛 圣安宫月老殿是花莲唯一供奉月老的庙宇 已经连续六年举办七夕情人节雀桥节良园活动 促成许多美满姻缘 而且有两对新人还特别回到圣安宫 举行公庙婚礼 圣安宫主委黄永玉说 虽然现在流行网路交友 不过参加这样的男女配对联谊活动 可以实际面对面交流认识 希望在王母娘娘跟月老的加持下 让普天下的信众都能幸福平安 记者陈俊宏 肖又金 花莲报导